欢迎各位亦有全面进场 5月30日礼拜日的第二节 我们一起去跟进一下大陆方面的最新情况 话说大陆有位网红就以反美来到去见清 在微博上面的名字就叫做黄生汉金庸 这位黄生就拥有超过323万的粉丝 他的核心粉丝就被其他网友笑称为铁杆五毛 同时这位黄生也拥有一个P2P网太平台 叫做起头网 名字厉害了 起头 这个起头网在去年就被当局 以涉嫌非法集资来到立案侦查 最近这位反美网红更加遭到禁止出境 而起头网目前仍然是欠债六亿八千多万人民币 涉及的出借人是超过五千名 有网民就质疑 这个反美网红 无非就是借着爱国的情绪来去吸金 好了 在讲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吁各位益友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去看看究竟这个黄生的背景是怎样的 原来他在微博上就拥有一个323万粉丝的账号 就叫做黄生汉金融 同时他也拥有一家P2P网太平台 就叫做起头网 这个起头金服就成立在2014年3月 注册资本有五千零二二万人民币 这位黄生的持股 所占的比重就达到百分之六十二 是起头金服的第一大股东 同时也是法定代表人 董事长兼总经理 即是说整个鸡棚 就是他一个人来到去撑起了 好了 整件事到底所牵涉的资金是怎样的呢 起头网就在2014年5月上线 在去年的2月已经停运了 历史交易金额就是40亿元人民币 涉及的出借人数就有一万七千人 当前仍然是欠债六亿八千九百万人民币 所涉及的出借人就是五千四百一十二人 换言之这五千多人就是真正的水鱼 因为之前那些人已经是金蟬脱穴 而这五千多人所出借的钱 目前仍然是在起头网的 好了深圳警方已经对这个黄生 实施了边境控制措施 限制他出境了 这名黄生经常会在微博上 发表一些反美的文章 从而来到去吸纳粉丝 他那些文章的标题往往都是 非常诱众取宠的 比如说会用上一些 末日崩盘 血流成河 惊天真相 丧心病狂 危急时刻 毫无底线 紧急状态 和全球淪陷等的四字辞会 主要的内容都是唱空 不过就不是唱空公司 而是唱空的国家 而美国在黄生的文章当中 出现的频率是最高的 单在三月 在黄生的微博上 美国就已经崩溃了13次了 事实上来说 这个黄生在吸纳小粉红粉丝方面 功力都是相当深厚的 一下子就吸了超过300万的粉丝了 差不多半个香港人口 当然他写这些有刺激性的言辞 就一定看到那群小粉红 头脑冲血了 看到非常亢奋 比如说在去年 当疫情肆虐全球的时候 黄生就发表了一篇文章 说美国欠中国一个道歉 世界欠中国一声感谢 官媒就争相转发这篇文章 就令到他又再一次走红了 有大陆媒体就曾经批评这个黄生 说他以挑动情绪的方式来到去巩固粉丝 因为粉丝对于这位黄生来到说 实在是太过重要了 这一班的粉丝同时 也是他的潜在客户来的 黄生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就曾经说过 起投网是中国里唯一没有广告营销投入的P2P平台 那记者就问他 为什么你不需要卖广告呢 黄生就执着记者了 说他自己发一条的微信 有几十万几百万的月动量 最少来到港都十万以上了 粉丝的忠诚度就非常高的 试问在其他的地方投放广告 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吗 即是说他摆明 就是借着这个挑动所谓的爱国情绪来去吸粉 再在这帮粉丝当中 选一帮最忠诚的出来宰割 就叫别人参与他那个什么P2P平台 这些摆明就是投机爱国分子嘛 到最后究竟这个所谓黄生 他是不是真的爱国呢 那就没人知道的 反正他就是借着爱国来去拌了一大笔 这个就是客观事实了 自由亚洲电台就说 类似黄生这种通过受众来去带动流量 然后再从中赚钱的 其实就是很多所谓的网红大V的常规操作 只要他在网上有影响力 有足够的粉丝群体 这帮网红大V做起生意上来就会很轻松 因为现在整个的舆论环境 都是这帮所谓的网红占了舆论地位 所以就会夹杂了一些投机的爱国分子在里面 其实黄生根本上就不相信他嘴说出来那一套 但是为了迎合他那帮铁干五毛粉丝 于是乎就特意说这些反美的东西出来 然后就靠那帮铁干五毛来带动自己微博的流量 我相信这个说法也是挺可取的 他要在短时间之内来累积粉丝 他一定是要走偏锋了 走偏锋又怎样呢?就是玩这个激进爱国 一定会累积到很多小粉红的粉丝 出之他也是成功了 也搞了这个网太平台出来搞到有声有色 只不过搞到最后就被当局查处 现在就被禁止出境 莫说这个黄生 就算是说香港也有不少投机的爱国商人 他的口就说爱国 实际上自己的子女 甚至乎是孙子孙女 一律都是送往外国留学的 再更加知道有些地产商 他本身就是拿着一本的外国护照 但是他把嘴都仍然说是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都有人在 所以这帮人还可以大摇大摆出来说自己是爱国份子 这些到底是真爱国还是投机爱国 大家自行来判断 在演艺界也不乏这些人 有些混合了很多年 都仍然在娱乐圈里面 半红不黑 梅丹丹丹的 或者是混合不起的 于是在2019年那时 就借着自己是爱国份子的朵 来到他讨论 根本上有些人就是想借头借脑 争取在大陆的演出机会 你说那帮人本身是不是真的爱国呢? 在2019年之前 从来都不见他们表达出来的 实际2014年也试过一波占宗 那时候 这些所谓爱国艺人 都是没有出声的 这帮人是不是 临时爱国呢? 投机爱国呢? 如果你说一个老爱国的 旧电池的 比如说汪明泉那些 虽然他说的那些 我有颇多都是不认同的 但是汪明泉 他就肯定不是一个投机爱国份子了 因为他在80年代 已经担任政协委员了 当时中国 仍然是改革开放的初期 是慢慢从一窮二白 开始发展 如果当时汪明泉是要吸金的话 就应该要去台湾那边演出才是 应该要参加自由工会 他没有 他就是亲了大陆那边 所以如果你说汪明泉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 说他是一个老爱国 我也会相信 起码他有这么多年的历史 都是亲大陆 但是有些不是的 无厉害自己弹出来 说自己是蓝丝、撑警、反王 然后就在那里博上位 那些你说是不是真的是爱国呢 还是借着这个爱国的朵来去 饮食呢 我认为是后者居多了 最近马提露接受了 南方都市报的访问 记者就问他 怎样来到去理解爱国呢 马提露就说 在1997年香港回归 当解放军踏入香港的那一刻 他就能够感受到祖国有力的备谤 从此祖国就是香港最坚实的依靠 九七那时 他应该是在拍《真情》的时候 就是在扮演《真情》的时候 为什么当时从来没有听过他说这些 莫非他是把自己的爱国情绪 压抑了十九几年 到2019年才爆发出来 不会这么巧合吧 说回起头网的王生 很多人看过王生的反美文章之后 才把自己的血汗钱投资到他的起头网身上 很多人嘲讽他的核心粉丝 其实都是铁杆五毛 慢慢都想不到的就是 这个王生的起头网结局 跟这么多年以来的P2P骗局 完全都是一样 就是十个煲八个盖 拆完东墙保西墙 到最后就爆煲的套路 所以也是那句 光棍老教仔便宜莫贪 哪有这么大脚 哪一锤街跳才行 这一节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